内政部主改经过五度扣关 即将在20号完成改制 部长李又昌为了感谢 推动组织改造历任部长的贡献 晚间举办感恩参会 这个部分朝野党派的历任部长都有出席 大家齐聚一堂 见证新的历程碑 历经的25年 内政部将在20号完成组织改造 包含张博雅 于振县 苏嘉全 李红元 李毅阳 叶俊荣 还有徐国勇等7位前任部长 都振县家出席这场温暖感恩的餐会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有非常多点点滴滴还有辛苦 终于能够走到这一步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我们参与主改历任的部长振县家 来接受我们同仁的一个感恩跟感谢 所以今天的晚上其实是一个感恩 然后是也是当然也是我们庆祝的一个日子 部分朝野党派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足改成功的新里程碑 大家一起回顾参与的历程及面临的挑战 分享任内推动的经验 内心都充满感动 内政部真的不管在治安的治理 还是在整个天然的灾害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的徐国神山 所以这几年还算非常平稳 这个龙委会就比较麻烦 这次能够让它更完整 然后用更好的姿态 来面对人民的需求 我感觉非常棒 那大家的努力 总算有了一些成果 各单位在半年之内陆续挂牌 也是对令人部长一棒接一棒 努力推动主改的肯定 记者综合报道